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这两句话特别的有感触 特别是最近看到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这个我是不意外的 就是说在总统大选 特别是2024江大战之前 有些媒体人 网络的直播主 各种的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 定位跟走向 他的风格跟他的动机 有的人就是摆明的就是要大捞一笔 那摆明悬边站 然后去攻击别人 去攻击别人 那他是什么中心思想 什么理念 什么这个我是不理解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用群魔乱舞来形容 是这个 虽不忠意不愿意 就是说 各位起祖嘛 就是说支持谁的 不管是支持哪一个颜色的 哪一个特定的总统候选人 或者去攻击别人的等等 一所在多有 那我比较建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发挥你自己的判断力 跟你自己的这个 对新闻 对政治人物的这个评断 特别对我们 各种不同的节目 不管在任何的平台 在广播 在电视 在网络 各种的平台 每一个主持人 每一个评论员 名嘴 他的言论 他为的是什么 他图的是什么 我比较希望大家 这个 真大双眼 仔细的这个 瞧瞧 这个我觉得是 因为 我比较不方便去 讲别人太多了 就变得很像是在讲这些 因为我比较谈的是 大原则跟大方向的东西 我比较不去谈同业 那 这个同业在干嘛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 应该讲说 我们这个全职 从以前 二十几年前 我开始 跑这个通告 两千年 这个阿扁总统 当总统的第一年 我开始跑这个 电视通告以来 当然中间有六年的 这个闭关 从两千年到现在 这样一路看 我真的觉得 2019年 我发明的那句话 没有错 名嘴 这边讲的名嘴 包括评论员 包括直播主 就是所俗称 统称的叫名嘴 多 多少的多 对不起 我这个 这个假牙 咬字 发音实在是不行 名嘴 多是垃圾 多半是垃圾 名嘴 多是垃圾 这句话 我2019 讲到现在 至今 依然适用 名嘴 多是垃圾 不是都 都是垃圾 就完蛋了 多 多半的多 得物多 什么段齐 你看人家 郭德纲 郭老师 他七岁开始学相声 他到现在学艺 超过四十年 七岁 我们在干嘛 他七岁就已经 开始在学相声 所以 人家这个咬字 跟土字 那个是真的 有练过的 你看像那个 岳云鹏 他的咬字就不行 但是郭老师的 这个咬字就非常的 那个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练 有没有 当然岳云鹏 现在很火 但是 你说要 缩学逗唱 我还是推荐 大家多看 郭德纲 大陆德云社的 相声 从里面 学习很多 刚刚提到说 郭老师的 讲的 江山富老 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虐潜 这句话是有典故 然后就说 他的意思说 谢谢所有的 观众朋友 德云社的 钢粉 铁粉 对他的支持 他不必去做一些 违背自己 理想 违背自己信念的事情 我斗胆 借用郭德纲 老师的名言 就是说 我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所以我不必去投靠 任何一个候选人 我也不必去当任何一个政党的叉叉 对不对 就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你们给我这个底气 我干嘛 我干嘛去选边站 我干嘛去投靠谁 对不对 我干嘛去押宝 我不干这种事情 做这些 这么辛苦干什么 人就已经活得很辛苦了 还做这些 圈圈杀杀的事情 那至于这个其他的同业呢 这个要嘛选边站 要嘛当变色龙 一下子支持 那个一下子 那个我们看多了 这个也见怪不怪 不以为意 谢谢大家 来我们先看这个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这个新闻 没想到啊 这个越演越烈啊 我真的是对美国的这些叉叉 至上 非常的这个12万分的同情 那美军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撕毁 从1979年中美断交之后啊 这个美军就直接撤离台湾了 所以留在台湾的驻守的美军的人数非常的少 通常就是一个在这个AIT啊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班师出的一个 陆战队的一个 这个都不能叫脸 那个加强班啊 30个人 没有很多人啊 你说一个连的编织在100多个人啊 一个牌也 这个也不止三 这就是一个 陆战队的30个这个 其实他是保护的是AIT 他不是要保护台湾啊 那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就说 哎呀 这个驻台的美军啊 要增加四倍 30个人太少了 增加四倍啊 变成100到200人 其实这种新闻就有点 这以我的看法就这个新闻是不妥 什么叫做100到200人 那到底是几人啊 那华尔街日报这个 也实在是一个很 我去年被打脸就是大陆的20大 我那时候还在单身广的节目讲说 我不晓得华尔街日报在写什么 XX怎么可能是李强去接总理啊 华尔街日报写 你在写什么 怎么可能是他去接 结果没想到李强真的入场了 这个真的是 我也不认为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 那他能够猜这么准呢 这应该是有人喂消息给他 他就猜中了这个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 这个说李强啊 会去接大陆总理 很快 下个月啊 大陆的这个 两会 人大跟政协的两会开会啊 这个李强啊 他就会接任李克强 接任大陆的 这个下一任国务院的总理 那除了这个二十大的人士之外呢 通常华尔街日报 特别是乌克兰战争 我也不晓得华尔街日报在写什么 写啥 好 没关系 本来华尔街日报说 驻台美军要增加四倍 从三十个人变成一百到两百个人了 结果没想到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智库啊 号称这个军事专家叫伊斯安 这是一个美国人 他曾经来过我们这边访问了 那他之前是在CSIS的这个智库 现在跳槽到薛瑞福的这个 二零四九的这个智库 因为美国的智库 他每次会跳来跳去啊 像这个巴尼格雷斯的格莱尔 他之前也是在CSIS 那现在也跳到了这个马歇尔基金会 他们智库的人也是会跑来跑去的 像你看到现在这个印太沙皇 Kurt Campbell 他以前也是CSIS的这个研究员 很正常啊 在华府的这个公关公司 在这些智库啊 不意外啊 好 那这个伊斯安呢 他之前写过书 什么大陆什么 什么中共要侵犯台湾什么的 还写书啊 怪怪啊 好 那他说呢 这个100到200人不够啊 要增加到1500人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看美国智库是这种水准 我是觉得非常的堪虑啊 因为各位听到没有 你面对解放军的这个 我不认为啦 就是说这个当然有更比我更 这个专业的专家 比如说帅华明帅将军啊 张彦廷张将军 那他们这些专家 比如说这个 赖月谦赖老师啊 这个杨永明杨老师什么的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说 美国的这个驻军啊 不管是他们在AIT的陆战队 这些人 就是他是30个人 或是200个人 或者是1500人 照伊斯安讲 我们这个要增加到1500个 那你增加到1500个人 又能干嘛呢 干嘛 美军的陆战队 在台湾有个30个 200个或1500个 他干嘛 他能干嘛 也不能干嘛 他能够做的事情 我认为 大概就是协助这个 这个AIT啊 还有美国撤侨 那我不晓得 这1500个美国的陆战队 是能干什么 那你千万不要误会 他不是来保护台湾的 他是来保护AIT的 而且我认为 你看这个去年 裴洛西的事情 你可以很明确的发现 只要美国还没有撤侨 解放军是不会 你看裴洛西跑了之后 他才开始打飞弹啊 你要告诉我是巧合吗 我才不相信这是巧合啊 为什么裴洛西的专机 离开之后 解放军开始军演 你明明知道裴洛西来了 你为什么不军演呢 面子要留给美国 这个众议院议长在 怎么可以射飞弹呢 等到裴洛西人已经到南韩了 飞弹才开始射射 所以这个陆战队 美军陆战队到底多少个人 真的不重要 飞地晚餐 我是陈辉文 所以听众朋友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 美国的这些媒体 美国的这些智库的研究员 这个三言两语就给骗了 美国就算增加他陆战队铸台的人数 他不是来保护台湾 他也没有义务保护台湾 我们不是他的盟国 我们跟他也没有任何的安保条约 或是协定没有 所以美军留在这边 第一个他就是这个AIT的 这个平常的安全 其实平常我们很可怜 我们哪个地方都能抗议 就是不能去AIT抗议 因为美国爸爸的地方 这怎么能抗议呢 所以大家都泼泼泼泼 那他们藏了一堆 这个陆战队的人在那边 其实平常没事干 你有看到谁去AIT抗议吗 很少 你说什么 什么举白布条 丢鸡蛋什么 那个都屈指可数 所以美军驻守在AIT 是有点浪费 不管他是30个人 或是200个人 或是1500个人 是浪费 那你可以从裴洛西的事情 看到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是远离台湾 这个跟96年的台海危机 是完全相反 96年的台海危机 老共也是射飞弹 老共射飞弹 美国的航母 是往台海开过来 对不对 美国的航空母舰 赶快 这个老共射飞弹了 我们赶快过来这边 后来飞弹危机就解除了 这一次裴洛西来 美国的航空母舰 是往日本的母港跑 他的母港 在这个横须贺 在横滨那边 那这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 要打飞弹了 解放军要演习 他往日本跑 1996年跟2022年的美军 是完全相反的路径 1996年的解放军 跟2022年的解放军 那个军力相差不到几十倍 几百倍 就这样 所以你看到他们航空母舰 就往母港 往日本的这个母港 就跑走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拜登的八度的军售 其实这都是认知作战 就跟你 你看到这个都是认知作战 哎呀 这个驻台的美军要增加什么 就给你骗 哎呀 拜登总统卖了八次的这个军售 给他卖了什么 卖了什么 你也讲不出来 很像拜登当的总统 卖了其实都是骗你的 都是骗你的 认知作战很好用 感谢拜登总统 卖我们八次的军售 卖你都是破洞烂铁 卖你都是那种勤勿的延长合约 勒索你 爱国者飞弹 你的保养跟维修要找我 然后我还给你涨价 你不买也不行 都是天价 他把我们当提款机 川普总统答应卖我们的拜登全党 拜登做的这个干脆利落 全部都不准 川普总统答应卖我们的可多的 大概180亿美金左右 通通不准卖 通通卡住 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乌克兰打仗 全部都卡住 赤针飞弹 标枪飞弹什么的 无人机什么 通通卡住 鱼叉飞弹也是比我们买了一颗也没给你 而且美国最差他先给钱 这个跟流氓一样先给钱 给钱的他不交货 这个就是叉叉美国 就这样 先拿钱不给货 你也不敢叫他把钱还你 我们爱国者飞弹就是这样 跟他买 剩下台币大概180亿 那有剩余应该脚裤 不行 剩下180亿台币 怎么可以还给中华民国政府 不行 把它买好买满买光光 美国的军火商 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就是这么的不要脸 要买好买满 但是蔡总统的民进党政府 什么都不敢叫一声 国民党看到美国就先跪下来 跪着 要把他买光光 就买光光 他那个食物链是有的 有专门的人在吃的 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就专门有人在吃这一块 没有人敢碰 谁敢去骂 没有人敢谈 大家都不要谈 你分不到跟是轮不到我 但是我是觉得很遗憾 拜登八度的军售都是破铜烂铁 拜登顺便把川普的军售 也全部都挡下来了 可是也没有人谈 那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战争 在2月24号已经一周年 我是不晓得我们从乌克兰战争 到底学到什么教训 其实是没有 所以大家也要 这个不到黄河 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撂泪 我们大概是没什么希望 就看更早之前的阿富汗 香港到乌克兰 没什么警惕 大家还在追生梦 光是叫你兵役延长个一年 大家如上考评 兵役延长个一年 大家觉得不得了 年轻人反弹 家长也反弹 然后要加钱 要给他们更好的待遇 一年能做什么 也不知道 你说像陆军 我觉得勉强 海军跟空军 一年跟美当是一样的 因为海军跟空军的 那个专业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陆军很多 当然陆军的兵科也很多 你说像炮兵什么 你一年能做什么 炮兵 你光跳那个炮操 你要跳几个月 你说去当一年的这个炮兵 也没什么用 但是我们从乌克兰战争 是没有学到教训的 那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太在乎美国 我们太亲乎大陆 所以这给我哪一张 就我们待会 1900 那个大小狂哪一张 那个会问看社会 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这个 就说 其实你看这个 2024的这些人选 你看 从以美论开始 就是 我不晓得是谁发明 就是说 我们要选总统的人 要先到美国去面试 然后我们选总统的人 他对两岸 对美中台的这关系 他的这个论述 跟他的政见 必须获得美国的赞同 要获得美国的支持 那特别像最近讲的什么 什么赖清德 侯友怡等等 他们在做这些 我觉得这些政治的评论 是完全没有国格 这个就是填美 我一直在跟他讲说 不应该填美 也不应该填共 填美跟填共都是 不健康不正常的 对不对 我们身为一个 这个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 我们的总统的选举 为什么要先经过 美国的面试呢 美国是凭什么决定 我们总统的选举人是谁 那我们的问题是在美国吗 不是我们很明显 我们的问题是在大陆 你今天要当中华民国总统 你要解决的是两岸问题 不是对美国的 美国没有什么问题 美国要的就是钱 美国要什么问题 你说那些智库 那些公关公司 他要的就是钱 不然你觉得他要什么 他要保护台湾 台湾干他什么事 美国那些军火商 他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跟我买军火 你要帮我把那些 中古的恶手的 淘汰的 我们要去帮他销那些东西 买的又比较贵又比较烂 所有的后勤维修保养 我们通通控制在美国手里 我们不敢讲话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 就说因为两岸的分裂 这样的一个对抗 这几十年来 我们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在美国身上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说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是 我们跟大陆的问题 而不是跟美国的问题 你的总统候选 你要经过美国的面试 那为什么不用经过 大陆的面试呢 为什么 因为美国比较重要 美国是爸爸 那大陆是什么呢 大陆的银弹跟飞弹是对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选出来的总统是有办法解决两岸问题的 他才有资格当总统 怎么会变成是美国什么不同意美国什么 什么对赖清德对什么侯友有什么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美国你有什么意见 美国你是凭什么有意见 我也不认为我们的总统应该由北京来决定 北京决定说谁有资格选什么 你不是很奇怪吗 我觉得说这个很扯 没有比这个更扯 这个比扯你还扯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政治评论 或者这个政治记者 你看他写的 看联合办写的 他写的很理所当然 写的很像头头是头 对对对 以美论美国不放心 美国不放心赖清德 美国也不放心侯友宜 怎么样怎么样 干你美国什么事 但是你看到我们蓝绿朝野主要政党 有谁敢跟美国说不 没有 佩洛西如此 麦卡锡如此 川普卖的破铜烂铁 拜登卖的破铜烂铁 哪一个敢不照单全收 你看看朱立伦去美国的那个挫样 还有柯文哲要去美国的这个叉叉 来来来 这给我那个国民党立委那个 我播一段这个声音党 那个换灯片 那个谁 那个立委那个 你有听到吗 你换一下那个 来来来 我播这个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在立法院的总咨询 我们听听看国民党的立委 你在讲什么 总咨询不是聊天 来来来 你又不觉得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比较温暖 你很温暖 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温暖 这是比较性的问题 你不回答是不是 不方便回答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色 这个是总咨询吗 这是总咨询 这是中华民国立法院的总咨询 男生是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 女生是国民党的立委谢义凤 这是什么总咨询 这是在聊天吗 这是在什么 现在很流行那个什么chat 什么这什么东西 我搞不太清楚 这个是在立法院的总咨询 你有没有觉得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比较温暖 你很温暖 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温暖 这是比较性的问题 你不回答是不是 不方便回答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色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对话 我不想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这样这种总咨询 这种毫无意义 巴勒式的总咨询 是谁比较温暖 是高嘉宇比较温暖 还是我比较温暖 你们是在比温暖吗 高嘉宇是民进党的立委 你是国民党的立委 你跟他比温暖干什么 这就是国民党立委的水准 陈建仁他当这个行政院长 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问吗 如果今天徐晓星去当立委 也在立法院跟温暖总职群 你看我怎么骂他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当总统 韩国瑜当总统 然后没有蛋 买不到蛋 蛋很贵 蛋价是历史新高 你觉得民进党会骂什么 你觉得民进党会做什么 就说这个蛋 这个到处蛋一直涨价 然后有钱也买不到蛋 超级市场 那个蛋价都空空的 然后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 去巡视的时候就很多蛋 然后行政院副院长一走 然后蛋就没有了 就卖光了 就不见了 如果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所作所为 你把它全部的主客 因为变成是国民党执政 马英九当总统 或者假设韩国瑜当总统的时候 是买不到蛋的 是在蛋价创历史新高 那你觉得民进党会做什么 民进党会让国民党的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去总咨询吗 会吗 会让这样的 让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轻松的上台 亲济过关 就问你谁比较温暖 怎么样 你是不是不回答 这样的撒娇是这种 无厘头 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总咨询 你就浪费了一个总咨询 那你到底问了什么 在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干部 你在问什么东西 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咨询了吗 电价 油价 缺水 没有蛋 你现在说连鸡腿都买不到 鸡肉也涨价了 你这个国阵 千疮百孔 行政院长站在那边给你问 你一个会期 一个立委 只有这么一次咨询的机会 你给我问这个 我就不晓得这样的一个 在野党他的监督 到底在监督什么 我也不针对这个谢一凤 因为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干嘛了 真的没听过这个立委 我真的不知道 他当立委到底有什么表现 我真的不知道 这愿文奇想 我就不晓得他当立委是做什么的 可是你 总的来讲 蔡总统这六年多的完全执政 第一任跟第二任 他现在六年多 快七年了 到520就七年了 这六年多蔡总统的执政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表现是什么 总的来说 我说我不要针对单一的立委 我就讲很简单说 你看到蒋万安的咨询 蒋万安在立法院被苏贞昌垫到走投无路 他一样当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你说选民很在乎吗 不在乎 他上去就是被苏贞昌骂 他讲不过苏贞昌 我也不要再去播那个 蒋万安丢脸的带子 因为他就选得上 苏贞昌是反咨询 那你为什么让他反咨询呢 苏贞昌骂国民党立委没见效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不抗议呢 苏贞昌有道歉吗 苏贞昌向国民党立委说 你妈妈咨询不会这样扯到人家妈妈去了 他有道歉吗 苏贞昌很强恨 你国民党立委拿他没比较 你骂不过他吗 陈建仁很软 你还记得蔡壁如对陈建仁的形容词是什么 叫做以柔克刚 对不对 陈建仁他就是个笑面虎 这个委员你很温暖 委员每个人都 陈建仁跟你来这一套 你国民党的监督是 硬的你打不赢 软的你也打不赢 那我要你这些国民党的立委是干什么 苏贞昌你没办法 陈建仁你也没办法 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监督个啥子 你觉得蔡总统或是之前的 你像林权赖清德 苏贞昌 现在陈建仁这几个行政院长做得很好吗 他做得很好吗 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问他吗 你看上个会期 蒋万安要选台北市长之前 那个最后一次总咨询 蒋万安就打安全牌 他去问那个什么 什么生育补助的那个什么问题 什么的 蒋万安不敢问 他就随便浪费他的总咨询 你就随便问个乱七八糟的 然后苏贞昌 你问这种无聊的 那我随便给你打一打就结束了 他打了一张案件 因为他快要选台北市长了 他就随便问一问 也没有媒体在乎 总咨询结束 再见 就当选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蒋万安他咨询的很差 立委表现很差 你们一样投给他 没有人在意啊 有人在意吗 就被苏贞昌 电的跟什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立委 你的弃手吗 我不晓得你在当什么在野党啊 那你弃手民进党 当然就是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啦 没有人监督我啊 你就三十九席 你表决也输我啊 对不对 那你抗争丢什么猪大肠啦 丢面粉啦 丢水球啦 然后举牌子什么抗议 然后就虚应故事 假装你有抗议一样 国民党就交代过去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监督 这个就是我们的在野党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所以听见朋友 这个就国民党立委员 这个不是个案 这是通案 好 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有出色表现的 其实 非常的少 好 那 一般来说 都很普通 那之前的这个会期呢 在立法院表现比较突出的立委 我觉得啦 我觉得是高宏安表现不错 高宏安在这个疫苗上面 我不晓得国民党其他立委在干什么 问不出个所以然啦 好 那你看也是也是这个上个礼拜才被做掉 国民党就直接被民众党给卖了 民众党跑去跟民进党合作 好 把招伪给卖了 就卖给民进党了 那当民众党也分一杯跟了 这个就是 所以我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这个 这国民党立委 个人啦 因为他是中南部的立委 我也不晓得他平常在立法院有什么表现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是对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 恶劣的示范啦 因为这个 这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逻辑啊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对话在国会 到底要给我们老百姓什么样的讯息啊 你有没有觉得 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比较温暖 你很温暖 我比较温暖还是高嘉宇温暖 这是比较性的问题啊 你不回答是不是 不方便回答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色 这到底跟特色有什么关系 我也看不太懂啊 没有办法啦 所以 各位听到没有 从去年的这个大选 是给我那个 那个 郭台铭三个人那一张 就从去年的总统大选 我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没有着力点 国民党赢啊 国民党胜选 国民党大胜啊 国民党没有做任何的改革 国民党就赢啊 为什么要改革 为什么要认真的执询呢 蒋万的执询 烂得要死 他一样当选台北市长啊 老百姓是选嫌宇能吗 不是啊 你是国民党的 你是蒋家的后代 投给你啊 他就拿他的基本盘 我那时候就说 他的天花板是42% 就他真的给你拿42% 他把他的基本盘 盯到最 最满他的 国民党的铁票通通出来了 他就赢了 他不管陈时中跟黄珊三分几% 反正他拿到42% 他手术他基本盘 他就赢了 黄珊三选得很好 陈时中选得很差 讲完就当选了 如果陈时中再选好一点 黄珊三再选那一点 搞不好陈时中 就43% 他就换陈时中赢了 可是 显然最后特别的结果 讲完42% 陈时中32% 黄珊三拿到25% 好所以你说 老百姓很重视 政治人物在立法院的表现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国民党要改革 国民党不用改革就赢啊 混凶 你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为什么每天叫国民党改革呢 对不对 你自己不减肥 叫人家改革不是很没 我不减肥跟国民党改革 其实没什么关系 我是说这个浑话 但是国民党去年的大胜啊 让我们这些做评论的人 大家都假嘴 变大嘴 我们批评的变成 是失之复利啊 没有着力点啊 讲完在立法院的表现很差 他一样当选了 他抄那个疫苗的保密条款 那是最最蠢的 我都怀疑他的律师是怎么当的 没有人去抄那个的 因为那个是最不重要的 他那个是应该是比较像定型化契约的那个SOP 就是每一个保密条款 他的讲的字句是差不多的 那你怎么去抄那一段 那一段是最不重要的 你怎么抄那一段呢 然后大家如获自保啊 在吴子佳办的那个什么董事长 他讲哇你看讲完好棒哦 他怎么会抄那一段什么的 他到底打 无所谓 我就是那种情绪的抗纷乱 很像他立了什么大功一样 那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那个 我刚刚不讲说那个赵伟啊 我手上好像有我来看一下 赵伟的这个选举被这个 这个民众党给卖了 民众党就直接跟这个 这边来来 我请阿芝补一张这个图给大家看 这是赵伟的投票 这个直接 来那阿芝再麻烦你 把他大小框 那赵伟没办法查币 那问题是 本来有赵伟的时候你也没查币 我上个礼拜在替台讲 郭正亮亮哥都笑出来了 你说没有赵伟很难查币 这个我同意 因为赵伟才能排案子 赵伟才能排定说 谁这个哪一个部会的首长 他要来备巡 哪一个法案要先审什么的 赵伟是有决定这个议程的这个能力 因为一个委员会有两个赵伟 你现在在卫皇委员会 这个赵伟通通被民进党抢走的 你国民党就比较难失利 这个是没有错这是真的 可是我请问大家 之前国民党有招伟的时候 之前的立法院就比我们说上个会期 上个会期是没有投票的 蓝绿直接分张 民众党也没免疫界 每个委员会都是一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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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个会期大家选举 很多人都没有来 他们就直接分张 每个委员会就是一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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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投票都省了 上个会期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上个会期 你国民党有招伟的时候 你查了什么案子呢 蒋万安也当过招伟 所以陈时中就骂他 那你当招伟你都不查 你现在才说到那个 你也没查什么币 国民党有在调疫苗的合约吗 没有 国民党已经说我都赢了 霍远兄我都赢了 我结合意就赢了 你再告诉我 我来算 你连里长都不敢选 你连市议员都不敢选 你这是干什么 国民党叮我我也没话讲 对不对 我总执行被行政院长骂 然后我就当台北市长 我疫苗合约调不出来 老百姓你不在乎啊 你有很认真调吗 没有啊 民进党不给你 民进党把你涂黑 你有反抗吗 你有尽你所能去监督民进党吗 没有啊 就跟我播这个一样 我比较温暖 还是高嘉宇比较温暖 对不对 你就不是很在乎嘛 你也不是很在意啊 可是国民党他去年就赢啊 那我去年是不是开玩笑 讲说我希望国民党输 然后去打脸朱立伦跟黄伟翰嘛 当然伟翰兄是好朋友开玩笑 你让国民党赢 朱立伦做什么都对啊 朱立伦就是 我就是没收初选就对 我直接提名就对了 我干掉罗志强也无所谓 因为我最后桃园赢了 我赢了 我就拿了所有的话语权 我做什么都对啊 对不对 我不但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国民党在他带领之下 2022大胜啊 我讲一句实在话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 我讲一句实在话 大家别往心里去 我是就政治跟你讲政治 你去年让国民党大胜 对不对 因为最后老百姓投票结果 就是国民党大胜嘛 对不对 你2022国民党的大胜 这个结果 让2018寒流的大胜 相较之下就比较没有意义了 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体会 我的这个意思 来来来来 我来考验一下我们现场的 这个聊天室朋友的慧根 来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 请你打三个一 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 请你打三个零 我再讲一遍 没有没有没有 霍文兄我听不懂 我跟你打三个一 你不用不懂装懂 你真的听不懂 你打三个零 没有关系 我再讲一遍 来 我说2022国民党的大胜 这个当是选民 大家一起投票的结果 2022国民党的大胜 让2018寒流的大胜 相较之下就比较没有意义了 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的 请你打三个一 你说霍文兄你的这个 咬字不清楚 逻辑也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 请你打三个零 好不好 千万别 比如说霍文兄我 我打零会不会笑我打三个一 好了 千万别这样 你听得懂的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就听不懂 你这个2022大胜的结果 让2018的寒流 相较之下就比较不重要 没有韩国瑜我一样赢 没有韩流我一样赢 这样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韩国瑜 没有韩流 韩粉跑光光 韩粉剩不到一半 可是我国民党一样赢 我不靠韩国瑜 不靠韩粉 我一样可以赢 我干嘛改革 陈卫文你一直叫我改革 我不改革也是赢啊 干嘛改革 我跟黑金跟派系拥抱在一起 我也是赢啊 对不对 我只要操作老百姓 讨厌民进党 下降民进党 我国民党就赢啊 我干嘛改革 改革多辛苦啊 减肥也很辛苦 有听懂的三个一 好不好 没有听懂的三个零 好不好 听不懂没有关系 别往心里去 好不好 Johnny C 很清楚哦 我讲这么白吗 谢谢大家 打零的没关系 打XXX的也没关系 听不懂的 自己去体会一下 这说话要听不懂的声 听得懂的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 这个我 我也点到为止啦 好不好 你这个赢 你让国民党赢的 对国民党好吗 你去年的大胜 对国民党是真的是好事吗 你就算2024年 让国民党赢 对国民党真的好吗 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深 很深层的东西 你让他赢 真的是对他好 但他赢了又怎么样 他是怎么赢 他赢又代表什么 好不好 来那个阿兹给我 郭台铭那三张 三个人那一张 来来来 我们来看这个蔡壁如 民众党欢迎礼遇郭台铭 这个是蔡壁如的这个 诚挚的邀请 对郭董 非常的礼遇 这个蔡壁如的这个是违心之论 蔡壁如有时候 人在江湖也是身不由己 蔡壁如其实不是那么认同的郭台铭 蔡壁如忠心耿耿的是对柯文哲 那他说欢迎礼遇郭台铭 这个是场面化 你如果以为这个是真的 你就是太不了解蔡壁如了 蔡壁如他非常强调 民众党的自主性跟主体性 他说的欢迎跟礼遇郭台铭是 为了让民众党在2024 扮演一定的角色 不是他真的喜欢郭台铭 他唯一效忠的是柯文哲 这是蔡壁如他 我非常敬重他的地方 他不会像一些政客 一下子蓝一下子摆一下子什么的 不会 他就是永远的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最重要的幕僚 那民众党会不会真的把郭台铭 就他们去结合什么的 就是我给大家看张照片就说 这个2019年 我是希望王金平也一起去报道 就是你们啊 2019年扯后腿不就你们这三个人吗 你们三个当初是怎么一搭一唱的 对不对 柯文哲没关系 柯文哲那个民众党是后来才成立的 有没有 柯文哲那个民众党 因为柯文哲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我根本 对不对 我去骂柯文哲就没意思嘛 在他们合照的时候 这个郭台铭 这个王金平 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啊 那国民党那时候初选已经结束了 已经确定要提名韩国瑜当总统候选人了 我想请问王金平跟郭台铭 你们为什么跟柯文哲这样子 这个已经是初选结束之后 他们三个 我记得应该是823炮战的一个纪念活动 他们那边耍宝 那个是在国民党 国民党初选是7月 7月的这个初选结束 韩国瑜就赢了 有没有 那已经初选结束的 已经确定提名韩国瑜了 为什么 我在讲一遍 我没有要骂柯文哲 蔡碧如你不要误会我 柯文哲他本来就不是国民党的 你骂他干什么呢 那身为国民党员的郭台铭跟王金平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干嘛 你们就是去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后腿 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是2019年 血淋淋发生的事实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郭台铭说 我要回国民党 我要这个回党 我要这个争取总统初选 我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那你的利润的基础在哪里 你2020你有支持韩国瑜吗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2024要支持你 这答案不是很清楚 所以各天们很简单 你回头去想想 国民党2020是怎么输的 你去想想看民进党2020是怎么赢的 答案就很清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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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